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急促有房屋的地方 不知道这里还有没有住人 看着房屋有太阳能板 有这些东西 应该是有人住的 有人在家吗 人家是神经受的亏损 神经亏损 神经改造的亏损 那些制药那些补克飞镜 这是挺软的 背上去的话别人别去洗衣服 那您赶紧坐下呗 赶紧坐一下 怎么想着跑到这边住在山里面 我是四川那边的 坐了吧 坐下呗 我不坐站下就好了 那个是斗神的 您在山上拜师傅了没 谁啊 您 我拜师傅个一刻夹就拜了 一刻夹就拜了 我师傅都往生了 修修了 您这房子什么时候修的 我说九中年修的 九中年修 你看到很新啊 是不是重新修过 不是吧 有点修的不是桥烂了 啊 桥烂了重新给他服了一下 嗯 啊这样子 我对我看着好像很新啊 我们到了这一块呢 住的都是泥沽 包括这个地方 据我们刚刚到的那个地方 那个里面的那位师傅讲 原来在这里修了一个寺庙 但是因为没有审批 修好才两个月都把它拆掉了 现在就是拆掉了我们的状态 我们刚刚跟这个平生毛棚的这位师傅 这位 尼姑或者叫比丘 嗯 聊了一下 他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说是他是一九八七年进的山 但是刚进山的时候不是在这一块 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一九九六年搬到这个地方 修了这个毛棚 他现在已经六十多岁嘛 然后二零一四年时候 他生了病 然后现在腿脚特别不方便 他说好像是一种什么神经性 肌肉萎缩的这样一样一种病 他说手脚没腻 看他走路的时候都是弯腰驼背 就整个腰底已经快 勾勒到地上一样了 他整天都没腻 然后地也动不了 自己生活都成问题了 我刚刚也问了一下这位师傅 他为什么跑到这山里来住山啊 说起他来住山的理由 也是我们听过当中 比较奇怪的啊 就是他原来 他说他原来出家以后呢 拜了一个师傅 然后那时候呢 是住室的 在寺庙里面住着 然后寺庙里面的饭菜呢 因为都放辣椒 他吃不了辣椒 一吃辣椒呢 整个嘴都会烂掉 所以他就自己跑到山里面来住山了 一住就是这么几十年 也是我们听过来住山的理由 比较奇怪的啊 他还说到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他自己 因为文化水平比较低 所以跟他们一起 同时出家的一些师兄师妹啊 之类的都已经成为法师了 然后自己都开始受徒了 只有他呢 自己还在这个山里面 那现在呢 因为又生了病 手脚又不方便 生活都成了困难 他一直在强调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就是我们 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这样了 但是我们不能给任何人添麻烦 要自己 还是要自己在这边 所以我一直问他 要不要下山啊 什么之类的 他说现在下山干嘛呢 下山也不知道住哪 所以他还是坚持住在这个山里 然后我也问了一下他 我说你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在山里面 怕不怕哪一天突然发生一个意外 或者身体严重了 病情严重了 自己担不担心这个 突然这个死掉 死在这个山里面 刚刚呢他还让我帮他挂了一下这个门链 因为他说现在手脚没腻 腰又很疼 自己站也站不起来 挂这个门链挂了很久都挂不上去 所以让我给他帮忙挂了一下 那我们呢现在还在不停地往山上走 这个是路 我们这一路一直就听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的繁音 但是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 现在据我仔细观察应该是这个山峰上 就是从这儿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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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放了一个这个 太阳能的 太阳能的 哇 站在这个山顶上 我们竟然有不一样的发现了 那儿看到没有 有一个蓝色的小房子 应该是一个隐居的 然后这下面 这里是个蓝色的房子 这里好像还有个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刚才那个 我说被拆掉的地方 那么被拆掉的下面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瓶生茅棚 但我们回头又有不一样的收获 看这里又是一个隐居的地方 我们上去看看 还修了一个塔 游客绕行 大概查了下他的经历 说是他父亲年过四十 还没有儿子 父亲俩去寺庙里求子 果然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1840年 虚云和尚出生 就像所有牛逼人物的降生 都非同凡响 虚云和尚刚生出来是一坨肉球 他亲妈看了一眼就被吓死了 所以他从小是由继母抚养成人的 到了17岁 他喜欢上了佛教 想要偷偷跑出去入室出家 半路被他爹抓了回来 还强迫他娶了两个媳妇 并把他和媳妇们锁在一间屋子里 大师就是大师 年纪轻轻 守着两个美娇娘 还不为所动 成天想着跑出去当和尚 这种定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后来虚云和尚还是偷偷跑了出来 他怕被家人再次找到 在寺院后面的岩洞里躲了好几年 再后来他更是数次 云游天下名山谷叉 红法见世 足迹至今天的西藏 布丹印度和斯里兰卡 直到1959年元祭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个叫比尔波特的美国人 最后他把这段经历集结成了一本 名为《空谷幽兰》的著作 也是通过这本书 一座座破败的毛棚 一个个隐蔽的山洞 那些渊远流长的隐私文化 再次进入了大众事业 当时被比尔称为最不可思议 最难以抵达的修行地 当属这个观音洞 这里的路开始有点抖了 谁拴了一根绳子在这 要爬悬崖 我们要马上到顶了 观音洞 说它是洞 它又是石头垒成的房子 说它是房子 除了一座窗户 你又找不到它的门 房子的墙体是用石块 以山体沿洞累积而成 山门是从石缝中进入的 主人把门前的空地铺上了石块 摆上了方桌 可以想象生活在这绝壁上的修行人 对信仰的偏执和生活的浪漫 也只有这种不计成本不计得失 更不怕生活艰难的人 才能在这最不可思议的地方生存下来 要把房屋修在山顶绝非易思 先不说地势带来的施工难度 在山顶生活用水都成问题 观音洞的主人是在地上挖了个储水地窖 与其他人一样都是想方设法 收集雨水再储存使用 无论再怎么储存 遇到少雨的季节 放上十天半个月的雨水是什么味道 为什么山间明明有更好的生存环境 非要跑到这悬崖绝壁上来修行呢 普通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而这样的修行屋在这座山顶比比皆是 可能是因为这里出名了 来这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就算是悬崖绝壁也不再亲近 山顶的修行人们都在门口挂上了游客勿扰的牌子 我也就没再好意思上门叨扰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天马上就黑了 但是我们还在山顶上 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天马上就黑了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带露营的装备 我们今天晚上要不得找一个地方借树 就是隐居了他们人的地方借树 要不自己得找个山洞 是吧 我们也体验一回隐居的生活 这个山顶上有一个建筑群 这一块建筑群挺大的 不知道能不能借树 我觉得我其实应该是晚上其实也不用睡觉什么之类的 主要是有一个避风的地方就行了 避风避雨的地方 坐一晚上 因为晚上我正好可以拍摄星空 这个狗子刚才我到那边以后 他一直就跟着我了这条狗子 狗子 狗子 这边 狗子 这写的很有意思 各位菩萨为巩固抗疫成果 要求继续闭关 这边门都是锁掉的 快走 哈哈 哟 哟 哟 要不然打算去问问这边能不能借树的 但是门都关了 房子还捞远的 如果大声喊的话又不太好 你看这地方的话其实扎营是非常棒的 如果我们今天背上帐篷上来的话 在这个朝地上给它帐篷一扎 晚上绝对是星空 明天早上可能云海 棒的很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装备 再往前走一点 我看这里好像还有一栋房子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里还有一个房子 还真是一个小房子 不错 这里还有卫生间 太有意思了 干嘛真的是卫生间 厕所 我们也是第一次没有带装备出来登山 然后结果就被尿在山上了 进去看一眼 这个是修 这里写了个养性 修身养性 修心养性 这还有写这两个字 公元1986年10月15日尚凉 这里应该是两米宽 三米长 有六瓶吧 累了 你也能够站得起来 我现在在拍岩石摄影 这个地方我找了一个闭光的地方 靠在岩石这块 我们刚刚去看了那个小房子的话 待会儿可以去在里面待着 但是现在因为是早 现在是晚上的8点多钟 现在趁机可以拍一些东西 但是今晚没有星空 只有这个 拍拍夜景 拍一下这个 野长安 这个猫猫一直就跟着我 刚才是那条狗子跟着我 现在是这个猫猫 干什么 不行的 我们拍了大概半个小时的 岩石摄影 但是夜晚的话 半个小时相当于没拍 现在实在是太冷了 我们得赶紧回到这个车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上车了 我们现在只能回到刚才去探访的 那个小坡屋里面 嗯 好了 我们不能再 不能再待了 太冷了 赶紧回去 赶紧去拿我们的相机 相机 相机在这里 不能再拍了 但现在还拍着呢 赶紧给它关掉 走吧走吧 太冷了 这上面风太大 下去再收相机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十点半啊 我们还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坐在这个石头上等着 坐在这个石头上等着天亮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冷了啊 所以登山一定要装备 一定要装备呀 没有装备 千万不要登山 千万不要登山啊 否则你会很惨的 像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以前的视频就说过 我曾经在一个最冷的时候 是零下二十度 然后晚上没有帐篷 没有 没有扎帐篷 其实有 我们带了帐篷 带了睡的 但是没有扎 因为在雪地里面 实在是 当时又天黑了 就生了一堆火 烤着火 零下二十度 正面烤着火 后背都结了冰 非常恐怖的 尽管我们今天晚上找到了 这样一个 小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没门 没门的话 还是有风吹进来 有风吹进来 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冷了 我们的相机在外面拍着岩石摄影 看我的姿势就知道 一个这个是很冷的啊 看我们今天没有穿任何厚的东西 就是一个夏天的 很薄的这个裤子 这个衣服也是很薄很薄的 就是夏天的衣服 夏天的薄外套 可以想象一下 而且这个地方海拔一千七百米 不是开玩笑的 今天晚上一定会很难哦 现在是凌晨两点 应该到了 快到这个 一天当中最冷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 把包包在身上 希望能够低档一些 含义吧 五点四十了 外面的天已经开始有一点亮了啊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快熬过了 真的是太疯狂了 就这样熬了一晚上 坐在这里 疯狂 疯狂 天已经差不多已经开始亮了啊 这个时候看着天气还可以 天上没有云彩 天上没有云彩 然后那边天气有一点点溅红色 日出待会会从那边出 但这个时候是真的冷 这个时间是六点零二分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五点多就开始天亮 六点多就已经这样子了 悲剧啊 我们在这等了这么久 既然太阳出不出来了 真的是气死人了 气死人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我冷死了 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早晨八点多钟了 但是太阳始终是出不来 然后这山上又很冷 我现在冷得很 我得赶紧下山了 睡不了了 太冷了 我们白天来看的话 这个房子还是就是这样子的 这下面的话是一条路 就是下山的路 下山山山山都在这里 有一点陡 这个应该有六七十度这样子的 一个陡坡 我们下去的话还得小心一点 不能拍视频了 慢慢慢慢下 我们已经顺利下来了 小华山小华山 就是像这样的梯子 在华山有很多 很多很多 视频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个确实应该是 据我估计应该是六七十度 这里呢又是一个休息屋 我们看门是锁掉的 我们就不去打扰了 因为现在下山吧 下山第一了 因为我们中晚没睡觉 然后吃的也没什么吃的 就带了一些面包 简单的面包 所以下山放在这一种样的 这又来了 我们在这个寺庙里面看到 这个门口都贴着这个告示 就是说 现在不光是 他们修行的人不希望外面的人打扰 整个佛教协会也在通知大家 因为受这个疫情影响 暂时就不要接待 外面的人进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去打扰他们了 继续往山下走 给他们送东西是吧 我去留宿 哦 他们买的菜 他们买的菜啊 是义务帮他们送的还是说 有藏的 有藏的 他们几天送一趟菜啊 不够定 不够定 初中的他们吃的菜差不多了 完了就算了 哦 打电话你们直接就送了 嗯 谁爱到 去住一段 接手接手 宫教啊 您信啥呢 这边 我 幸福 幸福 但是没入道家 道家也入了 我家也归一了 现在就属于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在家居士 生到干鸟活完了 维持生活 啊 打到自己的那个四百桃园嘛 哈哈哈 哎呀 有 有 改天有空 就是那个白白白白下 我有空下去 我去鑽掌掌啊 那你平时都是出去了呀 平时出去干活啊 嗯 现在去今天都可以上那去呢 哈哈 住的地方也有 哈哈哈哈 毕竟上山了 上那去还得一个多点回来吧 啊 啊 不算点 不算 一个多点 我这就是好交朋友 哈哈哈哈 可能还没来省呢 随便到我那去吃 坐嘛 要不我帮一下 不不不 你要愿意去的话 我好交朋友 啊 您跟他们这么背一趟 大概多少钱啊 这一趟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嗯 不远 这几十半点 啊 对 平时也有和 不论让你出去 哈哈哈哈 那你慢走啊 啊 刚刚遇到这两位帮试院背东西的这个挑夫呢 他们是 嗯 辽宁的 辽宁那边的 然后他说他原本也是打算到 到这边来隐居的 已经来了八年了 先呢 信了道 后面也入了佛 啊 啊 所以道教佛教都信过 现在呢 属于一个在家的居士 啊 嗯 他到这边呢 找了一个原来没人住的地方 然后大概整理了一下 啊 自己也住在那边了 现在呢 就是帮寺院 背背东西啊 帮人家修修太阳能什么之类的 什么之类的 他说的是 在这里打造一个自己的室外桃园 哈哈 嗯 他比较有意思的是啥 他说 他说如果有想要体验这种隐居生活的 可以介绍到他那去住 他给我指了一下他的位置在那边 那片山脉那个 白色的石头那边 他那自己一个人住 都空着也是空着 什么全套的装备都有 就是 吃住的东西都有啊 就是以前呢 他也接待了一些人 然后住个几个月就走了 全国各地来的都有 走了以后呢 这些东西嘛 都留给他了 所以他那里全套东西都有 让我 说是有兴趣 也可以让我去试试 哈哈 走到公路了 走到这里 那我们这趟旅程就算 就完了 走完这趟旅程 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 对中南山上的隐居人 或者说住山人 依然充满了疑问 为什么要住山 为什么非得是中南山 就算这里已经不再亲近 不再是修行的好地方 还是不停的有人来到这里扎堆修行 中南山最初因老子在这里讲授道德经 被奉为道教主庭 天下第一福地 随唐时期因为离首都长安只有几十公里 成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们 进退朝野的屁股之地 更因为礼堂王朝对圣人老子同为理性的攀附 住在山里的道教隐寺被请入朝堂为官 时称走了中南捷径 也是因为这里离古都长安很近 佛教传入我国后 僧迷们开始在这里开山见识 使之成为中派灵役的佛教道场 据统计现在中南山上的住山人 信佛的和信道德各占一半 而那些没有宗教信仰 纯粹为了避世隐居的人只是极少数的 这趟我们走的这个浴口 遇到的都是佛教信徒 只在山下看到了两个道士 现在山上虽然没有了走中南捷径的政治影视 却有一批自媒体时代的网红 看中了他的价值 上山之前我在搜索引擎里搜了一下 在山上开书院办培训班 帮人拍古风写真 拍深山田园风视频的时代网红 早就扎根于此 明山修道 中南为惯 无论你抱着怎样的心境走入中南山 但愿都能找到那一片心安之处 我是培根 还花十年 我们下期再见